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这里是夏威夷的汉克狗之家 我们来把下方的这个钻石造训给他修上 这个卫生间跟我的会说话的汉克狗是差不多的 都是木制的 浣熊出现了 我们要追逐他 在这里 他蒙毛跑酷更新了一个全新的地图玩法 也是随机出现的任意门的地图 在那里跑酷将不是主要的行动工具 而是坐上这个矿车 跟之前的这个空中的降云地图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降云关 我们采用的是飞行符 应该在不久之后 就可以遇到这个全新的张提 又回到了经典的郊区街道 目前还没有出现任意门进行让我们穿梭 很快就跑到了十万 想当初玩这个游戏 跑个十万分都需要很长时间 虽然这里有任意门 但是并不是新的图 而是上一张的 汉狗的高速公路 也是我们自己的本命图 这张图稍微短一些 因为它是随机生成 给的时间稍微短 很快就出来了 最终的配合都是城镇街道 以及郊区街道 这两张图是作为汉毛跑酷的主赛场 漂亮 获得这个鞭炮 只是非常少一些 只给了一个 因为这个才能于是钻石道具 哇 这个冠雄的机甲又出现了 它开了一辆重型的汽车 你观察一下 这个汽车竟然占了三排道 可见超长的防御能力 竟然比这个火车都要大 它已经没有血量了 所以我们利用炸弹 现在已经冒烟了 加强攻击 它现在变为了飞行模式跑掉了 我们的航槽坐上飞机 在后方追逐 在空中 它的攻击速度要到地面要快很多 我们必须要观察上方的这个红灯 当亮起红灯 就表示这个门要开 差一点就被打爆了 成功击落战机 获得三颗钻石 钻石是必变道具 金砖还好说 钻石的收集速度 大致要慢一些 但是整体差不多 现在我们这些升级 都只剩下最后一篮了 又回到了自己的夏威夷海滨之家 获得了一项成就 又给了金砖 在这个边缘起跳 一定要注意 要稍微的近一些 如果你离远了 就会被这个水域直接跌落 或者说像刚才一样 卡了一下 属于是半条命没有了 现在游戏速度已经大大增快 每当我们穿过一个阵营门 或者是进入一个新地图之后 这个速度都会大大增加 但是你不穿越的话 它也会设立一个桥洞 让你穿过去 当穿过这里 游戏速度会比之前增加很多 现在是60万竟然这么快了 这里又回到了经典图 汉克的高速公路 今天这里已经来了第二次了 身上这些道具 躲避滚舵的石块 这里有一种老西部的风格 但是却是现代汽车 并没有以前的马车 急速雷魂跳跃 漂亮 终于出现了这张新更新的图 在这里我们坐上了这个矿车 这里的火车 是那种老式的经典的蒸汽火车 这里还有一种老西部的感觉 这才是西部风马 也是火车在这里刚兴起的一个时间 咱们利用这个矿车 在轨道上进行前进 这个玩法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跑酷不一定用脚跑 我们可以开车或者是进行飞行 而且这里的音乐也是非常好听 这个矿车开上矿车 然后戴上安全帽 超有创意的组合 这里的西部世界做的还是不错的 矿车甩掉 我们又回到了经典的城市街道 尊贵还是将要回到现在世界 这些石空刃一门 将作为一些辅助的道具进行出现 看到两旁的松树 就来到了郊区街道 喜欢看咱们视频的话 请关注手游户玩 这里有点安吉拉的霓虹之城的感觉 只不过是白天 漂亮出现了祥云关 飞行轮式启动 超成的飞行汉克狗 速度是大大加快 比之前要快上很多了 这二倍吃上 252倍 超级吓人啊 喜欢汤毛黄金宝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